这个案子很复杂 所以我们要小心 不被当地警方发现 万一出事 身份绝对不能套 红叶满脸胡渣 演大叔重新诠释 五年前的跨国气毒事件 主打大陆七天廉价档期 虽然以超高分影评 赢得十月的口碑冠军 但票房表现却相当普通 这连特别请来天后王妃 唱电影主题曲的爱情电影 表现也不如预期 《丹飞冰》《郭彩杰》 还有众多一线演员 共同演出的魔幻3D电影 票房惨兮兮 被网友炮轰 是初次烂造的卖脸电影 那2015年的国定档期 我们今天一个小长假 我们是有100多票房成绩 那2016年国定长假 截至到今天为止 也就六七十万 对比去年同一档期两部片 当日票房就破译的好成绩 今年整体表现下滑了百分之十 电影品质也层次不齐 就是这种现在感觉 电影虽然多 但是感觉 但是就跟泡面一样 它营养 没什么营养 就是也就仅仅裹个负而已吧 专家分析 今年廉价档期 不适合亲子共赏的电影居多 且缺乏话题性作品 才会造成票房下滑 差强人意 记者唐玉泉综合报道